我家跟你們說的是我家上星期遇到一個非常嚴重的事情 然後等等記者會來採訪 但是為了呢 防止一些我不認識的 或是一些亂七八糟的記者亂寫 或是扭曲的話 我必須還是先拍好這個影片 來對我自保對吧 OK 那我這個事實是怎麼樣呢 我跟你們說 啊 上星期我們家遇到了一個非常非常非常 職業的非常厲害的 而且有前科的已經有紀錄的詐騙集團 他們還是用同種手法在騙人 就是呢 買賣房屋的時候 我爸上個禮拜賣房子 賣他的新房 賣他一個兩千多萬的小套房 結果呢 有一組客人就非常喜歡這個房子 看了兩次就說他簽約要買了 然後還一時之間就拿出兩百萬的定金 說這兩百萬的定金先給你們博取我們的信任 博取我們信任之後呢 馬上找代書來簽約 當然我們家也準備了一個代書 他們也準備了一個代書 互相這樣簽約 但是我們有簽旅保專案 這個很重要喔 保障你的權益 然後呢 他們就是拿兩百萬定金給我們 說我就是要買這個房子 我很喜歡喔 然後呢 我要跟你們拿權裝的正本 之類的 想說有代書在嗎 結果就給他了 結果誰知道他這人過兩天 錢都沒有完全匯進來 都沒有錢匯進來喔 兩天就偷偷的拿著這個正本去辦過戶 過戶到想過戶到大家名下 但是好險我們家有圈旅約專案 所以呢 好思不思 就當被我們家發現了 摘在我們家手上 我們沒收了兩百萬 然後呢 我爸馬上去做硬件變更 獨立權狀不發 所以呢 這件事情他們沒有辦法騙到我們的房子 反而被我們從中攔截 還有兩百萬的押金在我們這裡 他們苦苦哀求我們退還給他們 我想跟你們說 不會退還給他們 拜託一下 那個詐騙集團 如果你要來騙人的話 你先打聽一下這個家裡面有誰好不好 你知道我是靠爸一族耶 你這樣騙我爸 我爸真的被騙的話 我還可以這樣搖嗎 你要我樓樓的街頭啊 我在家裡面過得爽爽的 可是溫神一朵花耶 所以不要煩了 去找份工作嘛 這樣做幹什麼呢 不知好歹耶 騙眼神找個人 像樣的騙嘛 他們已經有很多的紀錄了 不只這一次 之前有人沒有簽旅約專案 就是被他們完整的騙了一棟的房子 要用這個房子辦過戶之後呢 拿去貸款 把這個房子帶 大概一千多萬 就兩千多萬 然後這個房子再退回給你 就是這樣子 手法去詐騙人 到現在還在案件申訴中 然後我們上網查他們這個新聞 才發現就是這兩個騙子 一胖一瘦 醜死了 這麼胖你還要騙 他媽的 吃這麼多 想騙什麼鬼啦 所以那個不要煩 不要煩我爸 我最近北國買一棟房子 又要買一棟房子 我爸還借我錢 你們這樣騙了我 真的會影響到我 完全影響我的生活耶 真是想害死我 是不是啦 知道不知道 你騙了他的其實 我倒大沒啦 他是我的金主耶 不要煩好不好 馬的死在他們集團 所以呢 如果呢 大家 遇到這兩個人 叫零什麼的 還有一個是 那個神什麼的 神殺小的 呃 袋叔 你要知道兩個都是假的喔 現在呢 呃 房屋的那邊 已經發出了一個公道 就是大家小心這兩個王八蛋 三個 一胖一瘦的人 是一對 然後還有那個袋叔 三個王八蛋 所以呢 請大家小心 那你在賣房子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 現在賣房都會被詐騙囉 所以呢 我在這裡提醒大家 然後呢 把這兩個 這幾個人 給見面這樣 我要去世界各地繼續搖耶 所以不要來煩我們這樣好不好 OK 就這樣囉 然後呢 記得大家 如果你們要 買房 賣房 記得要簽約專案 保障你的權益喔 你有知識 房屋的知識 就會對你有很多的好處 就這樣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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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